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明镜火拍的人生之中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访问到曾经的汪伦先生 汪先生您好 你好何频先生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按时来收看这个节目 假如有什么意见呢 可以跟明镜联系一下 向我提一提 因为人老了 记忆可能会记错 尤其也是没有很详细的资料 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历史学家 反正讲家里的事情 还是可以讲的记得多一点 对 我这个在节目之前 请找汪伦先生实际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虽然几十年老是有人提到汪伦先生 但是非常的遗憾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合作 一直没有机会办访他 没有想到这一次 在陈凯先生的介绍之下 我就跟汪先生联系上了 我们开始就聊天聊天聊天 我后来就说请汪先生来做一个你个人的传记的节目 结果我开始可能是一级两级 结果没有想到一开始到现在说不了场 24级了 我们明镜现在要改版 我现在的很多的工作已经准备了幕后 那我在前面做节目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而汪先生说哎呀我讲了这么多 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 我说好好好 那么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啊 是我们阶段性的休息 那么以后汪先生随时想到什么东西 和平我有什么东西再需要讲一下 那么或者说我看到什么材料 向汪先生再来讲一下 我希望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继续 这个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期 但是是我们阶段性休息的 一个 第一期 汪先生你说呢 非常乐意 非常乐意啊 假如这我力能所及的情况底下 也是各方面的身体各方面都可以的话 那我乐意接受这个明镜在继续的访问 或者我想到了什么题材的时候 我再跟贵公司的联系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看法 和知道的这些就是故事啊 或者典故之类的东西 我也是乐意的 那今天呢我想抽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父亲呢汪家那边的人介绍了不少 那今天呢我就想介绍一下我妈妈那边 我关于我外祖父的一些事情 那个我外祖父呢是中山人 他在中山的三乡 有一个叫欧墨村 那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温泉宾馆 就在他们那个村 因为他那个村呢有 三个眼呢 就温泉的眼在那边 这在以前呢 改革开放以前呢 往往呢都是那个乱七八糟的 什么农民呢 在 宰鸡啊 杀鸭啊都在那边呢 就温泉旁边呢 就拔毛啊这样子搞得乱七八糟了 那到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是香港的富商啊 在那边投资了一个温泉宾馆 所以呢就现在就 这个金碧辉煌了 正因为这个村呢有三个那个温泉的泉眼在那边 所以呢我外祖父呢就取了一个号的就叫做温泉居室 温泉居室 我外祖父是1883年呢就在那个 广东的三乡的中山那边呢就出生 到了13岁就是1896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才13岁 那就跟随他的姐姐呢 就到日本去就做了这个小留学生 就一直呢就在日本那边呢就念那个啊 小学啊中学啊 大学啊这样子 一共呢差不多 差不多20年在那边 20年在那边 到1914年 他才在那个北 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的邀请底下呢 就回到呢北京 现在呢就叫做北平 那时候叫做北平了 就那边呢就在教育部里面呢就做事 而且呢同时呢他有兼顾了这个 雇工博物院的前身 叫做呢 雇工 什么华店啊 这个这个这个古物成立所 古物成立所的副所长 那他呢就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已经开始了把雇工的文物呢 每一个礼拜都在东华门跟西华门那边呢贴了一个大的纸在那边就把皇宫里面收藏的这些古物呢就列明在那个 这个这个陈列馆的前后 每一个礼拜都更换这些 这就从此呢就是在皇宫里面收藏的这些古物呢就可以跟广大的民众呢就见面了 这而且在同时呢就在 北京大学的这个画法研究会里面呢 就就做那个画法研究会里面的一个导师 呃当时这个研究会里面呢 呃当然还有很多当时著名的 比如说那个 徐悲鸿也是那个成员之一了 呃这个 呃 反正就是一些很呢姚莽妇啊这些是很著名的画家呢都在那个 呃北京大学那个画法研究会里面呢大家一起工作 呃同时呢他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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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当时他回到中国以后 就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就学中文在这个大同学校 大同学校当时就主办人是梁启超先生 变成了他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是梁启超的学生了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先生在民国以后就回到了中国的时候 就向蔡元培先生 因为教育部要成立一个国家国立的美术专门学校 这个是全中国第一家国立的美术专门学校 这是前身了 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 前身就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 梁启超先生向蔡元培先生就推荐了我的外祖父做筹备工作 筹备的是1917年的时候了 就任命了他去筹办这么第一所国立的当然私立的很多 上海啊其他很多杭州啊这些都有 但是私立的私立的不是公立的 而公立的中国第一家的美术的专门学校呢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北平美术专科学校 那个我外祖父呢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呢去筹备 而且呢还专门呢回到日本去 去他那个在京都 当时呢叫做西京 到西京的美术学院那边就去取经 最少呢根据记录呢再回去过一次 有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呢我就不大清楚了 但肯定的最起码还有一次是专门到日本去 因为他从十七八岁开始呢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 跟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外祖父呢 就画画画画点什么山水啊 这个这个东西的鸡啊鸭这样子 他喜欢画画 到达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呢 他就考上了这个在京都的美术这个专门学校 到达到毕业以后呢 他又到了这个京都的美术学院呢 进入呢就是最高的这个学府啊 去学习这个日本话 最初他是学日本话 后来呢他也同时呢就尖呢就学这个油画 西洋画 那后来他觉得呢就日本话 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那边呢 传进日本去的 所以后来呢他又呢就敢又敢学这个中国话 正因为这样子他有14年的时间专门去学画画 而且这个 当时呢就是我的外太公 就是我外婆的父亲呢 是在横滨那边呢是一个富商了 当时当时他有印刷厂还有呢就是饭店 还有这个酒楼啊这个什么吃点心的这类的东西 他也有几家 这个这个时候呢就刚好呢就是他们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当时呢他我外祖父呢他正经呢就在那个大同学校呢 也跟随这个梁启超先生呢就学中文了 而同时呢就正因为他全新研究美术呢 一共前后呢我算一下有13年到14年这么长的时间 那射列到他有日本画有油画啊也有这个中国画 正因为他是筹办人 所以当时的这个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在1918年的9月份 开学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日本的味道是相当重的 这个当然是无可非议 因为他从小嘛134岁就到日本去了 而且也是在日本的这个这些美术学校啊 美术院校啊高等院校啊里面去学学画画 他呢就是就难免呢第一手的国立的美术学校呢 有浓重的日本人的味道 那个无可厚非的啊这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今天在美国留学啊我学组物工程的 那回到中国去以后学好了回中国去以后 那往往呢就会呢就学了美国的这些东西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到了他成立的1918年的9月份呢 就是在北平的美术专科学校就成立了 一直呢就那边呢也接受了这个教育部的任命呢 做了第一任的校长一直呢就做到1924年的年底 前后呢就连筹备的时间在内呢有八年多 差不多九年的时间就在那个北京的这个美术界里面呢 就从事这个教育的工作 在这个工作的时间里面呢就到后来呢他就1924年呢就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岳父啊岳父就是我外婆的那个父亲就到中国来到中国来 他呢就到上海去接船 我外祖父到接船就接这个岳父大人的船嘛 他呢就在上海接船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碰见他一个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呢姓侯就叫侯止步 侯止步啊侯止步 这个人呢精通这个宽于学在上海见到他以后就跟他讲 他说哎 老正啊你要赶快回北平了 学生闹事了 所以呢他就劈劈啪啪的回去 原来呢学潮的闹学潮了因为那时候呢就经过五四运动啊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啊北京的这个学生闹学潮呢就 非常常见啊很常见的事情你比如说呃这个蔡元培他当北京大学的校长 也是几上几下都是给学生给轰下来的轰下来又请回去了 那这个是常见的事情了这个呃 常常会会会有这种事情那结果呢就学生就闹事 他就噼里啪啦就赶回北京去了 那赶回北京去的时候呢就学学潮呢就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什么借口呢 当时日本人呢就已经呢就是在东北那边呢 虎视眈眈那当时呢就也是经过了这个甲午战争以后啊 中国战败了战败了以后呢这个呃 中国呢这个反日抗日的心态呢非常的浓厚 非常浓所以正因为他教的东西就从日本那边学过来嘛 他画的画往往也有相当浓的日本的味道 呃我看他的画呢往往就是你看那个月亮 月亮往往呢就有很多时候那比如说这一幅 这一幅就画一个日本的士女 日本的士女呢就在那个呃呃这个船上呢 拿那湖水了来梳头 这也是日本的上女嘛 你看他自己呢就是这幅画呢就收入到一本叫什么名字 那个我忘记了 就是呃这个呃嗯 中国呃 ca 呃 在旌现代人物物人物化的代表作 好像是这么一一本一本那个那个书来的 我没有这本书 这是我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就看见了 这幅画就是叫做胡挺书头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什么湖水梁不断 我梳妆这样子的 这幅画就一幅画又有两幅 有两幅画的 卷本的这幅画是由广州美术学院就收藏了 这个纸本的画就是同样的一画两张 完全一模一样的 纸本的那张是在最后是由他的朋友 也是在日本留学的同学包绍油 这个收藏收藏包绍油去世的林去世以前呢 就把这张画呢就捐赠给了香港这个香港博物馆 还是香港美术馆我就忘记了 反正这个消失我都不知道 是老大在美国以后在旧金山见到了包绍油先生的女婿 她的女婿告诉我的 是在日本的这一本的这一张就捐给了香港美术馆 是这张画的历史是这样子 那回头讲一讲呢就从1919年以后啊 北京的学生的运动呢就非常的活跃 非常活跃啊就变成了就是往往呢就是出动的这个警察来的维持啊 就打这样子的 那当然最严重的就是会有开枪了 这个我们看这个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当中 他觉得也是那个警察会开枪了 那当时呢就是北平的只有八所 就国立的大学高等学府呢就有八所 有八家 有八家的时候我外祖父除了除了当这个正职呢 是在那个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做校长 而且呢在北京大学画华研究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 已经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那都有监课 就变成了他是有四家国立的高等学校 他都是老师都在家教 所以他结束的学生的面呢是非常广的 所以就有什么那个学生运动的时候啊 为了要防止这些警察呢要挥动武啊 他就安排了他安排了安排了这个女同学先走 走在整个游行的队伍的前面 那当时呢这些警察还是要保守啊封建了思想 就不敢接近了那些年轻的女学生 就变成了就和就学生呢 就很快的就可以冲破了这个这个警察的这个防线呢 是实现自己的示威游行 到了后来呢就是1921年 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成立了以后呢就是当时到成立以后 大约一两年左右吧 那个在北苏联驻北平的一个总领事 大使啊叫大使啊叫做格拉罕就中文的翻译成加拉罕 加拉罕呢就一直呢就游说国外祖父呢 这个要加入某个组织 他说哎谁谁谁都加入了啊 李赵赵是你的朋友啊 这个陈徒秀你也认识啊 鲁军先生你也认识啊 哎是我们这个主机的好朋友啊这样子 那结果呢我我外祖父啊当时呢就听了他这个 这个讲法以后呢也觉得这个 的确呢这个中国这个封建的意识呢 还是很重啊中国人呢这个接触外面的事物啊 各方面呢就是非常的慢而且落后啊 所以呢他就征求这个梁启超就是他的老师了啊 他就征求他的意见就梁启超先生呢他就呃就跟我外祖父说呃他说呃你要不要加入主持呢 那就是你自己考虑呢就是你自己考虑呢 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种主地就可以解决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等等所有的矛盾 你相信吗 外祖父就就说呃我当然不相信嘛这个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有一个医生用一种药就可以把病员身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他当时呢他就我就不相信那从此以后呢他就对这个加拉罕先生再来访啊什么东西呢 他就呃呃就呃 反正就是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了到最后的时候加拉罕呢就火了就火了以后呢就拿着一个十万十万那个那个银员的一个一个呃呃这个这个这个票据的票据就放在我外祖父的桌上 他说你要加入某一个组织十万银员就是你的你要不加入的话我让你好看 所以当时我我外祖父就拒绝了收这一笔钱也不参加某一个组织 就后来呢就加拉罕呢就煽动了学生就是就说我外祖父呢是在宣传日本的文化 你看看他所教的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的东西 你看他的话都是日本话 这不是中国话 啊 所以后来呢学生的运动呢就搞起来 啊正因为呃他们捉入这一些啊这些啊啊这些你的你的呃呃 画作当中的有些什么作品什么缺点啊 都是大作文章 大作文章的时候呢就变成到1924年的9月份呃呃 呃 他就辞职就不不做校长吧 独作校长 就他是从筹建到辞职 他总共做了七年多八年时间的校长 也就是在北平后来的艺术专科学校 北京什么艺术学校就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之前 所有的校长最长的就是我外祖父做的 这七八年的校长 也比如说林峰年他也做了一年辞职了不干了 徐悲鸿也是做了一段时间又下来了 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在走马灯这样子转来转去 在北京的时间里面就还有一件事 因为他还是兼任这个雇工博物院的 相当于是副院长的职位 他变成了就是在直奉战争的时候 就在那个张作霖就败给了这个吴佩夫 吴佩夫的时候他要撤回东北去了 撤回东北去的时候他就想把故宫的文物 就把他全部运回东北去 那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这个事情 就国外祖父知道了以后他就冒着自己生命危险 就跑去呢就见这个张作霖 张大帅 跑去见张大帅 他就跟他讲 他说这个兵家常事嘛 你这一次呢虽然要撤回东北 但是呢你不觉得可能明年或者什么时候 那你会再回来再举着胜利嘛 假如这样子就把这些文物 要把它全部都运到东北去 然后你胜利了又把它运回来 运来运去 这路上的颠颠簸簸啊这样子 那文物呢实在是很难保存的 这个说不定你明年就会回来了 你不要动吧 我替你把它保管好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搞不好就是杀头的 这个张大帅是什么出身的 对不对 那个东北的胡子出身 结果呢 张作霖竟然听了我外祖父的讲话 他就没有把这些文物呢 就再运走了 这也是一个他的对中国文物的维护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攻击的事情来的 但是我在讲讲呢 这个他呢 而且呢对这些达官贵人呢 他是非常的不敢不感冒的 他比如说他要拒绝 现这个贪官呢什么东西的呢 他呢就画了画了一幅很大的人体的裸体 裸体画就挂在记者的客厅 就挂下来 平常呢就把那个布曼呢把它拉起来盖住 你看不见 假如真是他不喜欢的这个官来见他呢 就把这个布曼呢怎么拉开 一拉开那个官呢 这个坐在那客人的位置上面呢 整天就看着这裸体的那个女的裸体在那边呢 他就就是很不理 其实他这个官呢就很矛盾的心态 说实在的他也很想看 但是呢他也不好意思去看 结果就在这么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底下呢 就只有呢就是告辞了 而且就走了 就不做了不做了就走了 这样子很尴尬的情况下 他就认为这个这个巨客一门外 他就用这个 所以一船十船白呢就变成了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 好了到了1921年 我想想就大概是1920年左右 20年左右 大概是这个情况 当时呢他呢就到教育部那边呢 争取到六个 六个公派的学生 就到法国去留学美食 那他呢就希望这六个人呢 由他来来选选择这六个人 认为呢这六个人当中是有有天赋的 而且呢就是呃可以值得培养 也经济呢不太好 呃不能负担去留学 这些奋用的啊 他是目的是这样子 那将来学好了 就合理回来呢 就在中国里面呢 就负责这个教育美术教育工作 呃他呢就心目中呢就有六个人的人选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以后呢 这些达官贵人呢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到第二天早上他再回去 这个这个北京大学在在上上班的时候 呃他的桌子上面呢就有十一张 十一张白条 这个白条呢是某某部长 某某厅长 某某什么长推荐的人物 这些推荐的人物当中 当然就是跟这些达官贵人 都有呃群态关系啊 姻亲关系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 那结果他他一看啊 他一个人就在日本呢 就是住了这十多二十年嘛 所以变成了这个这个中国的官场的 这这套呢他完全都不懂 他完全不懂 所以他就直接的就跟这些达官贵人就说 他说你们推荐的这些人呢 才能不高啊 让他们去第一浪费了青春 第二呢也浪费了国家的这个这个 这个国库的这个钱啊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我还是呢建议你们啊 让他们不要去了 而这些达官贵人怎么样回答呢 他们说哎呀这个呃不要紧嘛 你只要你同意了让他们去 去外国回来啊 就是留学生了嘛 结果呢就是呢就他得罪了一票这个达官贵人 也得罪了因为他耿直的这些啊这个性格啊 也得罪了很多这些达官贵人啊 所以呢就变成了后来他没办法了 他只能只能只能够丢下一句话 在教育部里面啊给这个教育部长啊 好像当时的教育部长是这个什么什么香啊 我不太清楚还是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张张 张世昭还是谁的我好像是张世昭吧 反正他就扔下了一张纸 就说反正这六个人当中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 其他的几个人你们去选择了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徐悲鸿 呃在上后来在上海啊就见到了一个广东的画家 这个呃叫做就是什么的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就写了 他说呃这个是我去呃这个留学还是要谢谢呃 呃正经先生啊他就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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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字上面的记载的东西呃所以呢 在澳门文体教育部出版的画册 叫做郑炯上纪念画册 这本里面就收集了 一个简单的 一个徐悲鸿是怎么讲的一个记录 就是杨善生先生就收藏在手上 到出这本画册的时候 杨善生先生的家人 特意从日本那边 就把这个文物一样的东西 就交给澳门来出版 是有这么一回事 到了1924年以后 虽然他已经持续了校长的工作不做 其他三家学校的兼任的教授 还在工作 这个时候就大约是1925年左右 中国教育界 这农村教育界的前身 这个先进人物叫做燕阳初先生 燕阳初先生就在河北的定县 现在就要定州了 他搞了一个华北平民教育委员会 这个平民教育委员会 他的资金就当然是美国的一些文化机构 他们有捐款 这民间的文化机构也有捐款 而且就说这个国联那边 也有那个 这个教育部也有那个资金 去支持他们的开销的 所以在燕阳初先生的邀请底下 就跟我外祖父说 他说你这些画呢 就是画的这么好啊 你现在呢 也是画呢 也不拿出来卖 一个也是自己在那边欣赏 他说你这样的画呢 人物画呢 很多时候你画的都是古典的美人啊 他说我专门研究 我画的就是古典美女啊 这样子 他说哎呦 你要结合这个现代这个状况才行啊 你要画些跟那个 我们时代有时代气势的这些 这些画作才行啊 所以呢 就是他就就燕阳初先生呢 就邀请我外祖父呢 就搬到定县那边去做 就参加了他所主持的 这个华北平民教育委员会 他的他的职责呢 就是直观教学 直观视镜教学 直观视镜教学 这个视就是你看到的 看到的很简单 就是这个中国民间这个农民的诗字课本 第一本诗字课本里面 里面呢有四千张插画 比如手啊刀啊 这个牛啊猪啊羊啊 这些农民最容易结束的这些诗字的 诗字本里面的插画有四千张 西村家呢就是在我外祖父的领导底下 带着一批画家 在那边呢就 一个一个的这个图呢就画出来 这个而且呢这个同时呢 这张画呢这个你可以看见的画面 这个就是他在1943年 这太平洋战争呢已经 日本人的失败呢露出了痕迹了 已经露出了痕迹 所以变成呢他就认为呢日本人呢就 早晚呢就会完蛋了 对他就起草呢就画了一张叫做 春回大地这张画 春回大地这张画呢一共呢就是有 11公尺 11公尺 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画稿 他起草草草稿的画 画稿 画稿呢一共画了160多匹马 每一匹马的动作神态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姿态都是不相同的 他在里面呢在160多匹马里面呢就画稿里面呢就选了122匹马 就放进了这个春回大地这一张画里面 经过了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去画这张画的一共呢就是11公尺 里面呢除了马以外呢当然还有在中国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些动物啊植物啊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春回大地的这个前段一部分就是这样了 这样就我去看的时候呢就可以慢慢你可以看啊花草树木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他后面的背后的背景的山 而且呢这个水水你可以看出了尤其他画水啊它是非常擅长的 他可以画出的水呢你可以看看这个高山的流水那边呢就可以呢起那个那个那个波浪在那边的 而在那平地上面的补水呢就平静了啊这个就就可以看得见了 你看呢牡丹的花也好啊也有啊这个紫藤啊梅花啊都是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 百花盛开的时候你看这个它还有竹子 这个竹子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黄色的竹子呢就在广东呢才有啊 这是黄色的但是呢它每一节竹的节当中呢都有一条到两条绿色的这个这个竹子 是绿色的在那个这个画面上有这样子 所以呢广东人呢就把它叫成这种竹呢叫金丝挂绿啊就这种这种竹子呢就非常特别啊就在在广东才有的啊你看这个122匹马 你看这个菊花啊就是这个我就曾经在1922年这个是开始就是春回大地这这这这这幅画了啊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 就我曾经在美国在旧金山的南海艺术中心呢就曾经呢把这些画呢来展览过啊 当然这个啊原作已经由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这个收藏啊一共呢收藏了十幅其中呢最大的就是这个春回大地啊 啊另外呢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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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章我就正是很大的我就选了两章出来啊就是跟我 外祖父的这些作品的关系的你看这这张这张画呢就是在啊 卢沟桥桥事变以前他在那个定州那边去画的啊这个你看那个红日 慢慢的就落下来了啊所以说前面这个老人家就代表中国北方的农民 你看每一个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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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神态这个呢就代表谁呢代表中国的农民 后面呢有一匹驴子被那个中国的农民拉在手上那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了日本蠢驴 所以当时呢这个艳术呢叫他这个话呢要接近这个时代的气势这边呢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当时呢就是那个东北呢就因为沦陷了 东北沦陷了这个他呢就是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就触动了他自己的那些 这在中国人跟日本人那些你好像日本人就蠢驴一样跟着中国的农民 代表中国广大的农民走上远方 这个远方是什么地方 大家都不知道 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不知道 日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 你被中国人最后呢就拉着你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谁都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张 这样子看 这后面这张两张呢是侍女 这侍女呢这张画呢就已经超过了100年了 1907年他在日本这个留学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他就画了这张画 画了这张画以后呢就是拿什么名字呢 叫做征求 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他的同学 包少游 他就问他 包少游呢给他提了个建议 就是两个美女嘛 两姐妹的叫她冰亭 这幅画叫冰亭 这次画到1911年的时候就被日本的文部省呢 就后来就改成了这个日本的地展 那是前面来后面我都忘记了 反正就是日本地展就是这个跟那个文部省的画展 那每年举行一次在东京举行一次 那当时呢就邀请了就选了这一张冰亭呢就去参展 这是中国人画作第一次登上了东京地展的第一人 当年的日皇呢叫做大政 日皇大政呢大政呢就大家留意一下 我不会叫他天皇 因为我不承认他是天皇 他只是日皇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这个看法 就变成了就是他的那个日皇大政呢就去参观这个展 参观了完了他就停在这两个美女前面 就停在那边看了好长一阵 当在回头的时候呢回头的时候他想我还要看一看这张画 他就看了看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就五点钟啊 关门了那个展览要关门了 当然那日本人就要很守规矩吧 你日皇就是日皇啊 你如果关门的时候他也要遵守这个规矩 他就走 当他走到门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 他说哎你可不可以例外给我十分八分钟 我还要再看这张画 结果呢这个日皇大政呢就在那边呢就再看了这张画 来回三次去看 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登载了出来 有一个就中国来的留学生画了一张画 这个大政大政天皇什么东西呢就就一再回去去看 我这个事情呢当时呢就轰动了这个日本的这个 各界的华侨啊在日本的日本本身的人呢日本人也这个还好皇帝去看的去看 到了那个 正因为这样子呢我妈妈呢是在我妈妈我两个姨妈都在日本出生 在横滨出生的这个到了我外祖父的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北平美术学校校校长的时候呢 刚好1918年就是我在澳门的那个三姨妈她是那年出生 所以呢我我三姨妈的名字呢叫做郑美成就是美术学校成立了 她有这么一个一个典故在里面她的名字是这样子取的啊 所以呢就蛮有意思的就后来呢就她当她做了这个校长以后呢就 我外婆呢就带着我妈妈三姐妹呢就回到中国来啊 在就在北平北京那边的生活了 那我我我我外婆的父亲呢她是富商啊正因为呢在她的资助底下啊作为一个穷学生的正经就是我的外祖父啊啊她就得到了这个富商的资助 而且呢而且呢在她的大学毕业以后啊就把我的外婆就是呃她的女儿就许配了给我的外祖父啊 所以她们呢她的女儿呢所以她们呢就呃呃 okay so。。。 呃她们了呃结成了这个呃接成了夫婦啊呃呃我我外婆呢也喜欢美术我在呃呃呃 time uh 就学学习 她呢是学这个刺绣 刺绣当然 你要用美术的底子 你才能做 是我外婆呢也会 我的外祖母呢也会画画 而且呢 我外祖母呢 是跟何湘宁 是同一个学校的 前后期的同学 何湘宁学美术 比我外婆进去 这个女子师范学校呢 就晚了两年 低了两年 叫何湘宁呢 就是同一个学校里面 我外祖母呢 是刺绣 学的是刺绣 这个何湘宁学的是美术 所以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变成了就是 我外祖父郑锦 她的话 归不归于岭南化呢 所以变成了就是 岭南化就是浙宗派 当然最著名的是 二高一成 高建富 高齐峰跟陈树仁 陈树仁 也是在西京的 美术学院里面呢 就是去留学的 去留学 但是是晚一点 而高建富跟高齐峰 两地兄呢 就在东京的美术学院那边去 学画画 所以当时他们都是留学 东营了 就叫刘东同学会里面的朋友 那都都是浙宗派 既有中国画 也有西洋画 当然也带着呢 那个日本画的那个味道 尤其是月亮 是最容易看得清楚的 这个日本画的味道呢 也相当重 当然其他的几位呢 就是最初还是学那个中国画吧 他是在先在中国的学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再去学美术 所以在日本画对他们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外祖父呢 就十四年里面 都是在在日本学的呢 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画的味道的比较重 所以到后来 我在旧金山 就见到了一个一个曹先生 曹先生一个大收藏家 大收藏家 叫做David Chow 有缘传说 这个曹先生是曹坤的孙子 我不知道真的讲 据说每人都这样的传说 但是呢 这个他自己呢 听说他自己不承认是曹坤的孙子 他是收藏家 那我在那个高鲁记先生的引导底下呢 我就见到了这个曹先生 那曹先生呢 我把我外祖父的画作呢 就原作给他摊开给他看的时候 他说哎呀 他说解决了 我是脑子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没有结出里外祖父的话以前 我就想着岭南画派 好像是凭空而下 怎么来的呢 你看看这一幅画那个月亮 这是安春在下面了 这个月亮呢 就很浓的这个日本的味道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熟悉中国画的人呢 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特别 所以就这个 我外婆回来了以后 后来呢 就经过这个 燕阳村先生 燕阳初先生的这个 这个引荐以后呢 他们就搬到定州去搞这个平民教育了 那变成就搞到了 一直在平民教育那边呢 就搞了12年之多 搞了12年之多 你看这一幅鱼 这个鱼呢 在底下这个莲花的那个后面 你这样子看不清楚 他还有一条白色的鱼 你是看不见的 就看不见的 这个白色呢 你看到原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了 一会他们到了这个这个定州以后 就搞了平民教育 到了1937年的初 卢沟桥事变还没有发生前 这主持广东 就是有两位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 就又掉下来了这个话 不好意思 那个脚贴得不紧 没关系 就邀请 您调一下 稍微再调过来 再找一下 您再调一下 回到广东呢 您再做到中间一点点 叫做广东的农民教育 叫农村教育 当时两个主导人的一个叫做吴铁城 吴铁城就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大员了 另外呢 一个就是中山县的县长呢 叫做杨子毅 他们两个就邀请我外祖父呢 要回广东 在中山 来主持这个农村的教育 农村的教育 当时呢 他们就专门到那个定州去请我外祖父 我外祖父呢 就问了他几个条件 他说第一 这个是中山县 他的出头来搞 经济上有没有问题 而你们作为国家的大员 跟那个中山的大员 这个政府的大员呢 你们有什么决心 要把这个农村的教育呢 就坚持搞下去 他说我因为在 我在北 这个定州那边呢 我一搞搞了十万年了 十万年里面呢 我曾经到过沈阳的法库 也到过浙江的南西 也到过四川的万县 这都是到农村最穷的地方去 让他们失智 让他们呢 就那个提高那个思想的水平 能够念书 而且他说我在定州的这个 这个直观四境教育里面呢 我还要搞了一个无线电台 小型的无线电台 大家也可以听收音机 可以听广播 是这样子呢 就作为一个呢 就预教育 预娱乐当中 而且呢 他也要实现呢 这个 这个 蔡元培先生呢 叫以美誉代宗教 以美誉代宗教 美书的教育呢 代替这个宗教 结果呢 他回来不久呢 就是 楼沟桥事变发生了 楼沟桥事变发生了以后 那我外婆呢 带着我两个姨妈 和我的舅舅 我舅舅在北京出生了 在北京出生了 那我两个姨妈都在日本出生了 他们呢 就马上呢 就叫我外婆呢 要帮他们 要走了 要逃难了 要逃到广东来 那我妈妈当时 结婚了以后就先走了 她就结婚了以后 先逃到上海 上海 跟我爸爸 先逃到上海 带着我 我姐姐 我姐姐 她就抱着手上 就先逃到上海 上海 到到厦门 厦门呢 最后在海外 还跑到那个广州 广州到那个 我爸爸去世了以后 我妈妈就带着我们两姐弟 回到中山 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现在就没有再回去 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 这个我外婆 叫得这么急呢 就因为沦陷了 北京沦陷了以后 这个我外婆呢 去到街上去买菜 在买菜呢 她是日本出生的嘛 而且那就 也在日本受到高等的教育 她把菜买完了以后 就那个菜篮子 拿着手上菜篮子 那个守门 有一个日本兵 在那边守戒了 守戒了 她非要拉着我外婆呢 说要看我外婆有什么 买了什么东西 她要非要去看不可 那然后呢 我外婆就用日语呢 就跟这个日本兵 就吵起来了 就日本兵的吵起来 这日本兵听起来 哎呦这个 这个讲这么流利的 这个日本话 那就吵着跟着吵着 说非要让我看一看 什么东西 这个吵着吵着 有日本的军官听过 那军官听过了 有一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女 这个中年妇女 就怎么讲这个日本 这么标准的东京音呢 这很很很很奇怪 就马上的就把这个日本兵 就叫过去 然后呢 非常礼貌的 就是你在日本人呢 就很贵 买买买人心 买书买买买人心 家里面 他们家里面 在北京的家里面 这个是 他那个家的时候呢 就是跟着 鲁迅的妈妈的房子呢 就贴在一起的 就给毙了 后来呢 这个鲁迅的 就国务馆呢 又扩张了 就把他的妈妈 那个救急的 就把这个 外祖父这个 这个房子呢 也收过去 就变成了 打开了以后 就变成了 鲁迅国务馆 是这样子 就这样吗 也会是 这不是回到家里面 他一看啊 原来这个 这个 这个中国人的家里面呢 还有 他们日皇的 这个奖 奖状 就贴在那个墙上 就是我外婆 当时就想着 这是一个 保命符 在那边 牵在那边 那日本军官 看见这样子 哎呦 马上就跪在那边 卖啊 就是 就从此以后啊 这隔三差五 就是今天又是猪肉 明天牛肉 后天又羊肉 什么的 拿到我家里面去 拿到我外婆家里面去 我外婆就害怕了 这个 这几下后来 一定 很简单的 后来 一定要叫我做汉奸的 这样 也懂中文 也懂 也懂了 懂这个日文 多少呢 也会叫他 我外婆害怕 马上叫我外祖父 赶快 所以他们呢 才叫逃难 这样子 逃呢 就拼命的 这个 就 就上了火车 啊 就 这个什么 大的这些 这个画作 这个 都没办法带走 这 这两张 这个都是六尺的 啊 这个 这个 两个少女啊 和这个 还有这个奴迷呢 这是 也就是六尺 七尺 八尺 尤其是十一尺 都有 都有 但是最大的就是 刚才我们看见这个马 就是十一公尺 啊 就结果呢 画了十八个月 每一天 他就画六五小时 他是站着那边画画的 啊 这个春怀大体 他画了 因为这个画呢 是非常大 而且呢 往往呢 这个 假如你电脑啊 这个小一点呢 他打开不开 啊 曾经 有过这个 当然我手 我手上这个是福祉品啊 啊 这个真品呢 是由那个台北 故宫博物业呢 就收藏了 啊 这样子 那结果呢 就是在中山沦陷的时候啊 啊 这个我外祖父 就是准备在 在中山 搞好那个 平民教育 这个这个大计划呢 就失败了 失败了 到 所以呢 他到就逃到日本 逃到那个澳门 去避难 就一直呢 就留在 留在澳门 啊 到 呃 胜利的以后 呃 抗战胜利以后呢 呢 他也做过 一年的 这个这个 这个靠近澳门的 这个靠近澳门的 有一个叫坦州乡的乡长 也做过坦州小学校的校长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抗战的时候呢 他也这个 中山明军 呃 抗日后援队 他也是这个 后援队的 呃 呃 呃 啊 就就 到后来的时候呢 他是那个 呃 就在澳门到 19 1959年呢 呃 77岁 呃 在澳门呢 就因为 生病 就去世了 呃 这一段 关于我外嘱咐在 中国美术 但是为什么 啊 汪先生 基本上呢 汪先生 汪先生 为什么有一些资料 既在不是在澳门去世 而是在香港去世 是记录有错误吗 呃 什么 在香港 不有一些 我看过一些资料啊 说他是在 香港去世 是不是 这个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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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错的是在澳门去世 嗯 就呃 我也看过这个资料 也会看过这个资料 这个在上海出版社出的这个这个呃呃 一个什么什么名人历史什么什么 策会里面 就有都是在香港去世 都搞错了都搞错了 OKOK 他没有留在香港 但是你们很奇怪 你们汪家 两家都是跟澳门有特别的渊源 是吧 这无形中的变成了在澳门的渊源在那边 这很奇怪的这个事情 汪家跟我们妈妈这个郑家 他们都跟澳门有缘分了 把你变成有缘分的这个 对对对 抱歉你继续讲 你继续讲 所以呢就是在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话 就是他这个人就是没有 从来就没有在那个琉璃厂里面挂单去卖画 他也不会因为他的画很大 你别人也不容易买 你的最小的就是这个六尺 到澳门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工作了 就很穷的那时候连四尺的画 比如说很多这个草稿那些画人物还没有画完了 很多就十多二十张很多一叠在那边都是没有画完的这些画 那我这些画呢有些呢是捐了给那个 我手上的这些呢就基本上就 珍品呢都捐到中山市博物馆去了 在那个澳门博物馆呢 美术博物馆呢 也有一些 其他的还有一些呢在我表妹的手上 在欧洲葡萄牙 在我姨妈我三姨妈带到那边去 我一个表弟在澳门手上也有 十来和十张吧 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工笔画 他不是 不是一笔画 工笔一笔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工笔是一笔一笔的在那边描 这个一笔的可以这个可以说是泼墨也可以 泼墨的 他都泼完以后再画了这个 这个这个你这个这个 齐白石热这些也说是 也属于说是文言画吧 但是呢我外祖父这些呢是画家的画 不是文言画 他就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在他的画当中呢 在2008年的时候 中央美术学院呢 中央美术学院呢 这个 这个90周年 他也 北京那边也送过这个请贴 请我去 但是呢我自己呢就 因为车祸 车祸啊 这个不能做 不能做 那走路也不太行 这行动不方便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就把我表弟呢就从 从澳门呢这么三个兄妹啊从澳门请到北京去就是 中央美术学院100周年的纪念 100周年中央美术学院100周年的纪念呢 第一期第一个月的展览呢就是这个徐悲鸿的作品的展览 到2019年的1月1月份 就是我外祖父的展览 画作的展览 这作为呢这个收场 作为收场 是这样的 在中国的美术史上面呢很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 也有纠正了什么东西的 不要说是我外祖父 他也很低调 很低调 他又不抽烟 又不喝酒 这个咖啡也不喝 充其量就是喝喝汽水 成职啊这样的东西 这个麻将也不抖钱 麻将也不打 他交际应酬呢也不是很喜欢交际应酬 但是他喜欢的就是在家里的养养鸡啊 养养火鸡啊 养养兔啊 养狗啊这些的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他人物化呢可能这精神呢都不是 不是很够了已经了啊 身体也病 他是他是那个弃传病 弃传病啊 这个是富贵狗的 富贵狗啊 这也是他晚年在澳门画的啊 就是原作都在在还是在葡萄牙 这张画的 在葡萄牙 那曾经呢就在在有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退休的教授 叫做杨仙让 杨仙让教授呢他1948年呢就考进了北平的艺术研究科学校 他那时候呢就是拜在那个徐悲鸿的手上就作为他的学生 他一直呢就毕业以后留在留在中央美术学院里面做助教 后来呢就一直就教授 教授做到最后就是那个系统任 林俗文化的系统任 他是创办人 这个也是系统任 杨仙让教授 他退休以后就住到了修士顿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听过政绩 这个人没有啊 他说没有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画册啊 一些文章啊 还有我写的文章啊 或者其他人的文章啊 简报啊 这个这个福音本呢 就就寄了给这个杨先生杨教授 杨教授一看了以后啊 直接把他马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在中国的美术界 闯荡了半个世纪 在中央美术学院 从学生到系统任 也留了40年 连我这样的老资格 在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人 都不知道我们的母校 创办员是郑老先生 可想而知 我真是知道的太少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文章 都就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呢 就在美南那个美南周报那边呢 就登出来了 登出来就把这段话呢写上去 然后呢 他那时候呢 这个廖敬文女士呢 还没有没有去世 他就马上写信呢 给廖敬文 廖敬文呢 也回去呢 就给杨先生杨教授 杨教授呢 他就把那个廖敬文的这个 这封信呢 就弄了个copy呢 就寄给我 大约的意思就是廖敬文呢 他说 他说我每次跟 他说悲鸿生前 这是齐悲鸿啊 生前每次跟我 这个我呢就是 那个 那个谁了 他的太太了 他提起了政绩这个人 都说他这个人 作风正派 作风正派 老好人一个 真的 你看他的画作 你看他的这个这个画作 他是老虎有没有呢 很少 很少画 他会画 很多话 中国话的话 画虎啊 诗啊 这些你看 你看这个 你看画的 他的虎 会不会是 那这个 这个大喊大叫呢 在怒好 很凶的那样子呢 他不会的 他不会的 还有一张呢 在香港我表妹收藏了 就是他一个母的老虎 还有四只 这个诗呢 这这幅画也有这个来源了 就我请我的中学老师呢 就提了 就是这这这幅诗子呢 原来是黑白的 是一个美国人 在一个报纸上面呢 就看见了这一只诗子 黑白的当时 这应该是四十年代 或者是五十年代初吧 大约是这个时间 他就把它剪下来 这个美国人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呢 就拿到我 给我外祖父呢 就去看 他说 我很喜欢这些 这些诗子 你能够能够给我画一个四尺 四尺高的这个这个 这个诗子 照样画 而且呢 要添加这个颜色上去的 他就把定金呢 就放下来 放下来 我外祖父呢 就就就就就就替他画 画完以后 他这个美国人呢 来来来来取画 来拿画的时候呢 他就让他就叫我外祖父 拿拿其他的画 给他看一看 那我外祖父那时候 就就靠 靠点卖画来 来来来的生活了嘛 所以呢 他也把他的画呢 就打开来了 打开来呢 他看见了一张呢 是那个两只老虎 两只虎的 在那边叫做探索 探索呢 就是这两只虎呢 是在一个山坡的陡坡上面 下面呢 有小溪 这两只虎呢 他想 他很想下去 但是又怕摔下去 那种幻师幻德 和有一种欲语望 那就把它画下来 画出来了 他画出来了以后 那个美国人呢 看见了以后 他说哎呀 这样子了 我加点钱 我加 就画狮子的双倍的钱 就是两只老虎嘛 他说我把这个价钱呢 我买这张两只老虎的钱 这只狮子呢 我就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我外祖父答应他呢 因为他知道 一看这是狮子 他就知道 是他的留学 日本的同学 这个高齐峰做的 他一看就知道了 他知道了 他说没问题吧 我就替你画 但是他画了这个话以后 如果有人看见了 有人看见了就就 妒忌 就说哎呀 他是抄袭别人的话啦 汪先生呢 您今天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 我都没讲几句话呀 请教您 您是不是还要做一集呀 还是这一集 就讲到 先讲到这样了 就让大家 在这个中国的美术史上面呢 就要记住 有这么一个 但是我向您报告 已经记住了 根据我所 之前几个月以前 我做了一个功课 中央美院的资料里面写的 首任校长 郑警 国立美食学院的校长 第二位是林凤明先生 第三位 是徐北恒先生 林凤明啊 林凤明 睡眠的明 风 林凤明 在他辞职 到林凤明中间 还换了几个 就是一年的时间 就换了几个 那几年现在 之前我们也看到 所以你讲林凤明 很多人就说 是那个 这个 这个 齐白石 能够去 在里面做教授 很多人都说 是那个 徐悲鸿 请的 你觉得是不是 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譬如说半个月一个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集 有些事情还没有讲完的 今天有些事情没有讲完呢 但是你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啊 都可以 到时候了嘛 无所谓 那么我先暂时就到这边呢 就先结束了 也非常的谢谢大家的坚持 你们看下去 侯平先生 你也非常的忙 我知道你这个录像的时间呢 就改了又改了 非常的忙啊 抱歉抱歉 真的是抱歉了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也有点 有点 嗓子有点累了 年纪比较大 您知道一个半小时 都是您在讲啊 都是您在讲 哈哈哈哈 那我们的 这个不过来 今天我们还是想 您那个小提琴 今天放还是等下一次放 随 随便 随便 你随便 今天放也可以 有时间你就放嘛 OK 这个录音的不太好 在家里的录音不太行 OK OK 我今天本来说 我们节奏先休息一下 请这个这个汪能先生 拿一下小提琴 汪先生答应了 他自己拍摄了 那么我暂时先讲一讲就是 您随时可以找我 有什么东西发现要讲的 我们来做一集 今天我特别的 万分的感谢汪能老大哥 我叫你一声大哥 不客气 谢谢汪先生 今天有这个机会 好的 我们期待到下一次 向您这个学习 请教 拉起来好了 OK 现在我们听听汪能先生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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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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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